西投園區登山漫步的遊客人數超級多 兼之要比菜市場還熱鬧 天氣炎熱市區高溫32度 熱到受不了不少人不約 兒童選擇到西投走走也造成大塞車 一路上我們其實都是塞車 塞車沿途的塞車上來 光塞車大概耽誤了多少的時間 大概一個鐘頭 塞車隊伍綿延近5公里 西投園區週六有6500人入園 週日更突破7000人 比過年期間的4 5000人還要更多 創下疫後新高峰 年平均溫度大概在17度左右 相對於平地確實涼爽很多 西投的氣溫比平地少了10度以上 涼爽的天氣吃火鍋也沒有問題 還好西投其實滿涼爽的 涼意的環境中去體驗這個的話 感覺很不錯 園區內的火鍋餐廳用餐人數突破9成 同樣是避暑聖地 清淨農場也湧進4500名遊客 達到去年同期的8成5 關於台 我在哪 台中的武林農場 週六也吸引了1500多人 週日預計也有1200人 上山乘涼要體驗降使度的舒適 接著我們下載民燈景 陳台中南投採訪報導 我們下載民燈景 就在這陣子上 排隊中和生評判 好